經濟部能源局網站 它有一個能源效率標示分級管理系統 目前我們有六種電氣產品 必須要強制分級 譬如說冷氣機 冰箱 除濕機 還有一個是省電燈泡 另外一個是瓦斯爐 還有熱水器 各位全球大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核心協力救濟球 我是狼子瑜 我相信現在有很多的朋友 都已經養成了環保隨手省電的好習慣 像是水手關燈 水手關水 水手關電腦等等的 但是其實家裡面 有一些電器是24小時都在運作 而且它非常的低調 雖然每一個小時用電量好像不高 但是集合起來 其實它們根本就是吃電怪獸 它會吃掉你很多的電 浪費你很多的電費 而且它會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 今天我們就是要把這些吃電的怪獸 一個一個抓出來 真正的做環保 來 我們來歡迎今天的地球守護者 是誰呢 是我們的隨手做環保隊 不要鬧 不要鬧 隨手做環保 呈現在鬧 今天的地球守護者是一群常常一起相約唱歌的高中同學 火鍋的湘明跟小芸喜歡唱歌 鮮魚跟孟達則喜歡繪畫跟運動 而四個人對於家電使用習慣也不盡相同 究竟今天的考驗會不會讓他們了解家裡電器的耗電量而改變生活習慣呢 好 請問一下各位你們平常在家裡有沒有做一些呢 隨手做環保的一些行為呢 來 男生 孟達 隨手關燈 隨手關燈 好 小芸你呢 有沒有做什麼隨手做環保 隨手省電的 不要太開冰箱 不太常開冰箱 對 來 那我們的薛宇呢 不常用的電源器會拔掉那個插桶 不常用的電源器會拔掉插桶 好比說手機充電 現在很多手機充完電會叫 就告訴我們可以拔掉了 有點省電 好 那麼湘明呢 就是冷氣會定時 就定時的動作 不會讓它一次又開到早上 好 各位呢 會不會因為就這樣子呢 做得很好 我們等一下來問一下我們的專家 讓我們來歡迎我們的王仁中王老師 是 好 林小姐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王仁中 任職於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常協助產業開發節能技術 以及社區節能輔導 是節電方面的專家哦 好 那我們要問問題之前呢 先告訴你們 如果你們今天可以答對10題以上 可以讓我們現在炎熱的橘色天空 恢復到清涼的藍天白雲 就要請你們加油囉 好 我們的題目呢 每一個每道題目 都可以想五秒鐘的時間思考 然後就趕緊作答 一提一分加油囉 好 現在來看看我們的題目 世界上第一台家用電冰箱 是哪一國人製造的呢 一 美國 二 蘇格蘭 三 德國 時間到 請作答 三 德國 三 德國 對還是錯 答對了 如果我們說以發明來講 製造第一台冰箱是1879年的德國 卡爾先生他發明的 但是要到量產呢 確實在很後面囉 1920年才在美國開始量產 也就是1920年代之後 我們才開始有真正的家用冰箱可以使用 好 不錯喔 來 再看看下一題 下列電器使用一小時之後 何者的碳排放量最大 一 三十瓦日光燈 二 三百二十公升電冰箱 三 三公升的電熱水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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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還是錯呢 答錯了 正解是二 三百二十公升的電冰箱 你電冰箱還是挺費電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一個呢 三十瓦日光燈 一個小時用電是0.03度 排放量是16克 然後三百二十的公升的冰箱 一個小時用電的是0.13度 排放量69克 然後呢 三公升的電熱水瓶 一個小時用電量0.04度 碳排放量是21 所以呢 最費的是電冰箱 好 不要急 我們再看看下一題 若將六百公升的傳統冰箱 更換為相同容量的便品冰箱 一年約可省下多少電費呢 一 八百六十九元 二 一千三百四十四元 三 一千九百八十八元 請做答 二 一 三 四 四 二 一千三百四十四塊錢 對還是錯 答對了 如果是傳統電冰箱的話呢 同樣六百公升的容量 一年的耗電度呢 是九百度 換算成電費是三千一百五十塊錢 那如果變成便品冰箱的話呢 一年只有耗掉五百一十六度電 一年電費只有一千八百零六元 所以換算下來 你可以省要這麼多的錢 好 再看看下一題 項列何種方式 會讓冰箱耗電量增加 一 背面緊貼牆壁 二 兩側貼滿磁鐵 三 冰箱內裝滿食物 四 以上皆是 我們要同一個意思 好 四四 四四的 請做答 四 以上皆是 四 以上皆是 對還是錯呢 恭喜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請教專家了 像我們大概一般的嘗試都知道 冰箱呢不要貼壁放 然後冰箱裡面的食物 不要塞得滿滿的 讓它可以流通 可是貼磁鐵也有關係 我也以為只有貼磁鐵 會讓電腦消毒 我曉得到冰箱也會燙喔 貼磁鐵的確看起來很可愛 但是我們冰箱的散熱的區塊 大部分都在它的兩側 還有有一些比較高級的 它或許在上面也會 所以說呢 如果我們在兩側貼滿的磁鐵 就會造成它的冷卻效果 它的散熱的效果 會打折扣 相對於我們耗電就會增加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 離兩側要有10公分的牆面之外 也不要把它貼任何東西 背後也要留10公分 以上的 上面呢有30公分 就讓它能夠很散熱的很舒服 那麼裡面冰箱的食物呢 它的循環也要好 就不要塞得滿滿 它動會喔 沒有動線 對 然後裡裡外外都通常 都舒暢 好 原來如此喔 接下來看下一題 台灣夏季家庭用電 冷氣和照明分居耗電量前兩名 請問第三名是 1.電熱水平 2.電冰箱 3.洗衣機 好 請作答 1.電熱水平 1.電熱水平 對還是錯呢 對 開下一題 將相同容量的水土費 哪種方式的碳排放量最多 1.電熱水平 2.天然瓦斯 3.燒柴 好 請作答 3.燒柴 對還是錯呢 沒想到吧 答案是電熱水平 來 下一題 下列降低電熱水平耗能的方式 何者為非 1.清除水垢 2.外出和睡前關閉電源 3.使用大容量熱水平 選錯的出來 請作答 3.使用大容量的熱水平 這個答案是對還是錯呢 答對了 你選擇一個大容量熱水平 並沒有任何的意義 好 來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題 隨時想要來杯熱水泡茶 使用哪種電氣煮水最省電 1.電快煮弧 2.電開引機 3.電熱水平 請作答 1.快煮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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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還是錯呢 答對了 人都以為說 這個耗電量最大的搞不好是洗衣機 它比較大台嘛 沒想到是電熱水平 它的耗電量為什麼這麼大 那事實上 洗衣機用電的時間 是比較短暫 那洗完就算了嘛 對對對 那電熱水平跟冰箱一樣 它長期都24小時插電的 是啊 那麼它又要肩負著煮沸 又要肩負著保溫 所以起起伏伏呢 就會造成它的耗電量呢 幾乎跟冰箱差不多 是喔 是是 所以如果說 我們真的不使用 半夜不使用 或者是我們外出 我們就把它拔掉 變得它長期耗電 看不見的吃腳這麼糊 真的耶 好 我們的問題問完了 目前各位你們的分數是7分 距離我們的藍天板運 還有一點點距離 有沒有問題要問問專家 我們有機會加分喔 為什麼電力煮水 比瓦斯的煮水還要費碳排放量 碳排放量高 為什麼 其實我們說燒瓦斯之類的 它是直接燃燒 那麼它是有一個轉換的效率 那麼可是我們用電呢 大部分是火力用電 它在發電也是燃燒 那它已經發出來的電呢 在輸送 經過一個輸送的過程 送到我們的用戶端啊 幾乎又在損失的60% 所以說呢 它這個用電它的這個 碳排放量啊 在這個發電跟這個輸送過程 它是損失是造成碳排放量非常大的 哦 所以我們不是只是看它在煮的那一端 不是 就在煮的那一端用的電而已 包括它從 包括它發電的火力條件 它就已經有在碳排放了 對不對 然後輸送的過程 它必須要有動力嘛 才送的過來啊 你不可能跟他說 欸過去囉 對不對 它一定要有動力 所以它又廢了很多 這個二氧化碳這個排放的問題 所以它不是這麼前端而已 它是全部整個路線來算 這個問題可不可以加分呢 嗯 當然啦 他們會很值得說 會來問這樣的問題啦 嗯 是值得加分 可是我也要考考他們 好 那反問你們 看你們的感覺怎麼樣 才能決定要不要加分 好 來 請出題 請問啦 這個熱水瓶這麼耗電 你們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可以來做解約能源的這個動作呢 好 剛剛我們教了很多 你們還有什麼新的好的PAP 嗯 用筷子煮水 然後把它保溫瓶裡面 哦 還有呢 有沒有 用瓦斯煮水 也可以用瓦斯煮水 一樣放到保溫瓶裡面 嗯 不是插電的那一種 對 還有其他還有其他方法 要換信 要有節約的那個 節能標章 換成有節能標章的一些電器 嗯 這是他們提出來的一些方式 那王老師您覺得呢 可不可以值得給分 我覺得他們回答得很好 所以我想應該給他們加分 加分 好 那我們現在呢進行一個影片題 這影片裡面有個達人喔 真正要教我們怎麼樣把耗電的電器 變成是省電的這個用法 那現在呢仔細看喔 因為我們的答案就在影片裡面 而且待會影片回來之後是手寫的 要把答案記下來喔 那我們請看這一段省電達人 冷氣 冰箱 電暖器 加入電器越來越多 要怎麼省電達人教你做 這是這一個 這個就是濾網 這個可以打出來一下 這個就是濾網 對啊 它被洗得非常乾淨 冷氣最耗電 濾網先洗乾淨 至少省兩成電費 電冰箱耗電第二名 存放空間要充足 洗衣機第三名 衣服不能不洗 在洗之前先浸泡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之後把衣服躲軟之後 未來再繼續再硬粉之後 它會比較順暢 實際統計下 以上三個動作 以四口之家來散 一個人一個月 可省三十度電 四個人一百二十度 總計省下三百六十元 一年就可以省下 將近五千元的電費 你不一定要把家裡的電器 換成什麼樣多門 減能效效率這樣的一個電器 除非你電器真的已經沒辦法使用了 希望說你能不能先從生活上的改變來做起 關掉 不管是關燈 拔插頭 還是吹頭髮前先擦乾 省電先從生活習慣改變起 你的一小步是地球的一大步 你的一小步是地球的一大步 接下來的操作是要用手寫 答對議題可以有兩分 好 我們現在就從影片裡面來出題目了 請看 除了保留內部空間和背牆距離 在不更換冰箱的狀況下 請贊舉出一種能使冰箱節能的方式 好 請把討論以後把它寫下來 好 把冰箱裡面存放的東西減少 好 不要塞得滿滿的 這個答案是對的嗎 答對了 答對了 片冰箱耗電第二名 存放空間要充足 我們來看看下一題 影片中一家四口 一年省下了多少電費 好 想清楚 好 答案是五千元 對還是錯 答對了 不錯耶 這樣子你看 他剛剛只是講了兩個點 就已經省下五千塊了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解答 實際統計下 以上三個動作 以四口之家來算 一個人一個月 可省三十度電 四個人一百二十度 總計省下三百六十元 一年就可以省下 將近五千元的電費 如果我們能夠再一步一步的 家裡面其他的部分 再做一些省電的動作的話 我相信省下的電費 一定不只這樣 好 但是我現在有個問題 要請教專家了 為什麼他說衣服泡二十分鐘 這個條件 會讓我們比較省電呢 這個衣服 如果我們事先把它浸泡 加清潔劑 洗滴劑去浸泡之後 它可以使這個上面的污夠鬆軟 這樣我們在去清洗的時候呢 會比較順暢 然後洗滴效率也好 那如果我們要很用重的那種 譬如說重洗 我們甚至就可以調到 比較輕的快洗 那很快的時間 很少的清潔劑 就可以把它洗 洗得很乾淨一次 所以難怪你看 我說媽媽們都很聰明 洗衣服前要泡一泡 是有道理的 不要以為是洗衣機喔 其實洗衣機水裝滿 你把蓋子打開 它就在一個浸泡的狀態裡面 所以就等一等 再把蓋子蓋起來 它就看起來 它就會節省很多 恭喜剛才我們呢 這個答對了兩集 又多拿了四分 我們看看我們這個天空 已經快要變成 非常非常清爽的一個狀態了 接下來的實作題 就考驗各位呢 對我們剛剛所講到的 這一些耗電 你到底有多了解呢 我們來操作一下 好 各位您看 看到這個錶啊 是我們的能源效率標示 然後這邊這個溫度計呢 顯示就是用電量的多寡 那當然它分成五級 因為往下呢 就是用電量越少 表示它的碳排放量就最低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用電越來越多 到這 這個五級到這裡呢 就表示它的碳排放量是最高的 那當然這個也就是 我們選擇家電的標章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新的家電要選擇 可以看到這上面 特別有這個標章的 我們就可以已經在第一步 做到了節能省電的 這個步驟了 我們等一下會問問題 然後我們要請 我們孟達手上 把這個極速放在 你覺得它的這個能源效率 應該在什麼位置呢 所以我們來問一下 請你們回答可以嗎 今天我們就講了很多的家電囉 好 我們來看看 今天問的第一題是 容量385公升 月耗電量58度的電冰箱 是屬於能源效率的第幾級呢 電冰箱 你覺得它是第幾級呢 我們剛剛有講到 前三名的耗電量 4 3 2 1 請作答 好 三個女生都說4 孟達一個人很大膽的 把他放在5 答案是對還是錯呢 答對了 答對了 好 那我們現在想要了解的就是說 這個標章 事實上是品項分類的 那如果我們現在 以電冰箱來講的話 那每一級 我們回到第一級喔 就是說如果它是最少的 集數最少的 它的耗電量到底是多少 用電量 是 當然這個電冰箱 它是以這個能源音數值來分級的 那我們假設以320公升來舉例的話 它一個月的耗電量大概是在31度 所以它就是屬於標章上面是一級的 對 這個用產品 那是最簡單的方法 反正總之呢 你就看到上面的分級 數字越小就越省電就對了 好 不管是什麼品項都一樣 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問問看你們的第二題 這個除濕能力每日11公升 月耗電量12度的除濕機 是屬於能源效率第幾級呢 四 四 二 三 三 請作答 選中間第三級 對還是錯呢 專家給了一個哭臉喔 這個不同的電氣分級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嗎 是 是 不一樣 那麼每一種電氣它的那個分級 都有它根據的這個數值 譬如說我們冰箱 還有我們的這個除濕機呢 都是用能源音數值 那冷氣機呢 就大部分是根據它的能源效率比11R 所以說呢不同的這個電氣呢 就會有不同的這個效率規格 是 好比說剛剛那個電名箱它的第一級是31度電 這個是12 怎麼也是第一級呢 因為它是不同的品項 所以這一題的正確答案應該是 它是在第一級 所以你剛剛用那個算法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的品項不同 好 沒關係 我們還有一集的機會喔 第三題請問 每月耗電量162.5度的分離式一對一冷氣機 是屬於能源效率的第幾級呢 很好 還不錯 冷氣機還請耗電的 好 請做答 在第四 答案是對還是錯呢 專家 答 為了 好 為什麼呢 這個為什麼他們這個在第四級 有什麼這個算法 因為大家都會有點迷糊喔 有沒有簡單一點的方式 那麼真正它能夠分級的這個哪些產品 哪些廠家喔 實際上呢 我們還是要上經濟部能源局網站 它有一個能源效率標示分級管理系統 在這個分級管理系統呢 目前呢 我們有六種電器產品 已經必須要強制分級了 譬如說冷氣機 冰箱 除濕機 還有一個是省電燈泡 噢 燈泡也算 是 那另外一個它是瓦斯爐 還有熱水器 六種 這六種是強制 它要分級了 對 那未來呢 目前還在延寧 已經列入草案認證的呢 還包含了電視機 還包含了開影機 等等等等 將來呢 這個制度呢 會慢慢擴展到所有的家電產品 讓我們的效率值呢 一年一年的來突然提高 好 那現在學到了喔 不錯喔 你們在這裡還答對了兩題咧 總共拿到了四分 恭喜 好熱好熱的橘色天空 可不可以因為我們的隨手 做環保隊的這個地球守護者 而得到了藍天白雲的清爽呢 看看分數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四個燈 五個燈 五個燈 七個燈 八個燈 九個燈 十個燈了 破十 十一 十二 十三個燈 十四個燈 還有啊 十五個燈 十六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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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感受一下 好燈 新娘炕快 謝謝隨手做環保隊 你們的努力 讓我們今天的現場的環境 變得非常非常的舒適 為我們地球呢 的這個暖化 盡了一份心力喔 今天的隨手做環保隊 在問答題的部分 答對了十四題 再加上兩分的加分題 總共獲得了十六個燈 不但成功地為地球降溫 也順利登上榮月榜的第一名 你也想來守護地球嗎 趕快來報名吧 好請我們所有的這個地球守護者 屬下來 我們要致贈給您 我們特別為您設計的環保鋪滿 同時要請我們的專家 來我們搬贈這個鋪滿 將來你從水電省下來的錢呢 把它放到這個鋪滿裡面 鋪滿了以後把它交給 致力於做環保的單位或是機關 讓他們可以繼續 永續的為保護我們的地球 而做更多的努力跟貢獻 也謝謝你們 好 我們當然其他的朋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你也希望呢 在當中學習到更多 有關於守護地球的一些方法 一些祝福 或者你本身就覺得自己很厲害的話 可以報名組隊來參加喔 不管你是這個同學啦 同事啦 或者是一家人 都歡迎大家來報名 我們一起來核心協力救地球 今天節目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記得要把家裡的電熱水瓶 把電拔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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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靜 太穩靜 太兇 太兇對不對 太兇了對不對 太兇了 謝謝 謝謝